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此之外 俄国还不断的在进行改装计划 在明年能够达到100架的使用数量 大部分都会被部署到俄罗斯东北部 执行保卫以及提供掩护的功能 除了这些功能以外 我还了解到 欧方将该机将用于掩护图160战略轰炸机 凭借着已经到达了3.马赫的速度 超越了三倍音速 对北约军事目标可以进行突击 说到这里很多人就有疑问了 为什么俄方对于这款在1972年生产的 已经有年多的飞机这么的执着 当然了 我们必须要承认的是 它的确具备着高速以及优秀的机动性 还让人信赖的作战效率 这些优秀的方面都足以让俄军对它进行改型 改型之后的该机已经明确表示 被定位在多功能高速截击机 和之前的老一辈相比 的的确确更加的现代化 还换装了新型能源相控制雷达 对战斗机的探测距离已经能够达到200公里了 对于预警机还有其他的大型飞机探测的距离 甚至高达400公里 还安装了更加先进的计算机 以及容量更大的数据链 除了这些方面之外 从内服管线的布局 以及到具体生产工艺都进行了改良 配合着先进的设备 虽然从外表来看依然是冷淡的风格 可是实际用起来确实是进行了优化之后的 现代化作战机 甚至连试飞原试飞之后 非常的激动地表示 跟老款相比 升级之后的战斗力增强的是成倍的变化 要说到没变化的地方 应该就是两台尺寸巨大的发动系统 能够把最大的起重重量达到46.2吨 直接推到2.83马赫的速度 加力之后还可以短暂维持3.2马赫的速度 但是这个时候油耗就要增大很多 并且是不允许飞行员进行超过5斤过载的机动的 否则可能会发生空中解体 不过对于一款以拦截为主的截击机来说 这个缺点并没有太大的障碍 除此之外 升级之后的美格还携带着4枚远程导弹 打击范围能够增加到300公里 命中之后就能把大型的预警机翼 炸得凌空接体 不管是对于任何一个对手来讲 这种性能让人感觉恐惧 好了 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视频素材来源于网络 由老公说武器剪辑完成 我们下一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